阿 何董你怎麼看法說會 大家到底應該怎麼操作 那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美綠更可愛 美綠是未來要開法說會的 對 他已經先把財報先公佈了 那他先反應起來 那再來再看你怎麼講 這個美綠每一次以前是這樣 他只要開法說會 他每一次那一次法說會 那一天隔天都漲停 法說的隔天 真的假的 五次了 五次可以把這些隔天都漲停 要嘛就是前一天漲停 要嘛是前一天漲停 要嘛是開法說後面那一天漲停 從這一次不算 往前看五次都是這樣 你要去注意一下 可是何董 美綠的法說前 財報就已經先公佈出來 他公佈了財報 我告訴你還蠻可愛的一件事 他說我上半年賺一分 一分是什麼意思 我第二季賺三毛八 就漲停了 他每一次 大家是在反應這一個 每一次美綠 因為他這個我覺得他跟這個 這個運作有一點關係 每一次你去看一下前面 每一次開法說都是這樣 他蠻可愛的 要嘛就前一天漲停 所以大家前一個禮拜 美綠要開法說前一個禮拜 每一個人就卡進去了 要漲停先賣的管你的 那沒有漲停就隔天漲停就賣 就基本上是這樣 這美綠以前我有注意到 他的一個現象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蓮花科 蓮花科的部分呢 這個蓮花科呢 有點看到他有點想要把它捶一下 可以利空出境嗎 為什麼 蓮花科你記不記得這一次最高點 374塊半是怎麼來的 頭板頭 兩大板頭板頭 高通轉單有望 對不對 貿易戰的時候 374塊半 我的媽咪啊 從那裡一摔摔120塊摔到這裡 這裡再不止跌會變 那個執行長會被罵死 所以這個地方已經開始有在 止跌的一個現象 而且外資有買 而且他前幾天是爆量 超大的量 你看現在外資的部分 看那個產業最可愛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樣 你就要看一下法輪的動向 還有這個融資的變化 好不止台股的人氣回來了 包含了美股 現在呢都還是維持在一個多頭的格局 Kevin昨天 費半指數 竟然是大指數裡面漲最多的 因為昨天看到臉書崩盤 他嚇得要死 對 大家原本以為昨天的美股 都會反映這個臉書股價大跌的利空 結果沒有耶 你看到AMD的股價大漲了14% 賽林斯呢也大漲了快要有一成 那主要是反映財報 因為AMD跟賽林斯他們第二季的財報 都是超好的 所以股價就做了正常大漲的反映 可是呢 就像這個我們講到 有一些喔 這法說的之後的股價反映 跟大家預期的不一樣 那其實呢 高通呢 昨天是有利空的嘛 有利空 因為他要併恩智譜 結果呢沒有獲得中國的批准 所以呢這個併購案就撤銷了 沒有想到高通的股價 竟然也大漲了7個百分點以上 蘋果原本那個基屏的晶片要用高通 現在改到這個 現在還說他掉單喔 結果股價竟然也是利空不跌 所以這個現象非常吊詭 那是不是大家在期待什麼呢 因為費半這麼的強盛 後面呢還有很多的利多在支撐 包含了NVIDIA 昨天的股價也大漲了1.2% 那最近市場上一直在期待這NVIDIA 他馬上就要發表新一代的顯卡產品囉 上半年呢一度因為這比特幣的價格衝高 一度傳出這個挖礦用的板卡在缺貨 可是現在呢NVIDIA又要發布新的產品 可能就在8月底 所以呢這個禮拜喔台灣的板卡股 包含了漢遜啊青雲啊 似乎已經都開始在反映囉 所以豐總怎麼看呢 尤其是費半在這個禮拜的走勢呢 往上做了這個往上做了噴出 然後現在又看到了包含了AMD 包含了NVIDIA 股價呢都是做強勁的表態 跟台灣聯動的應該怎麼解讀 我想大家稍微要做一個區隔 最近譬如說板卡的股票 大家會把這個挖礦跟電競 好像都一概而論 可是你要知道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最近沒有錯虛擬貨幣 因為有這個美國的很大的自然管理公司 要來研究這一個區塊 再加上什麼比特大陸要IP ETF啊 對到中國大陸去到香港去IPO 所以說虛擬貨幣有上起來 很多人把這個所謂的一個 等於說板卡這個地方也當作這個地方 挖礦也一起來 可是你要特別留意到 這是有 未來的8月是有細節上的不同 而且是有些個股 你不仔細去研究 你還不曉得為什麼會有這種不同 我們先來看兩檔指標股 給大家看 你看喔 左邊這檔叫漢訊 是挖礦的代表股 對 這檔股票是維新式電信的代表股 有沒有注意到 哇那個漢訊有沒有 之前上去失敗 然後現在殺到這個地方來 當然中間這一段已經被斷頭了啦 可是我問各位喔 如果說接下來 這個地方應該套很多人 因為大家認為積極低了 就沒有 低還有更低 現在上來之後你認為這邊的人 會不會想要跑 他有勞壓力 對 為什麼會有這樣上下波動 他就跟著虛擬貨幣在做波動 對不對 因為他是很純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挖礦概念 可是你要知道 漢訊商資源為什麼會長那波 長那麼大 因為他股本小隻的三億 他用的板卡不是很高階的 他的CP值很高 挖礦的人不在乎說我的那個 是不是要用最高階的板卡 挖礦的人在乎什麼 CP值高 然後我卡很多 越多卡同時挖越好 所以說當時他的 成就他的條件是因為 他的板卡性能不是最高階的 但是他CP值很好 所以說三億的股本造成大長一段 可是也因為虛擬貨幣不下來 可是你看喔 這地方維新的整個趨勢還上去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一段呢 因為也是一樣 就是很多做電機的板卡 看到那個挖礦好了以後 等於說就把它挪到那個挖礦 才能挪過去 結果沒想到挪過去之後 虛擬貨幣發生事情就掉下來 好 我現在就來講一個 有一家公司 我們說好 你今天在做電競的人 最在乎是什麼東西 最在乎是效能 Kevin我們兩個 假如說我們都來玩電玩 我們兩個 玩電玩 你的功夫跟我一樣 結果你已經拔槍了 要射槍 要子彈射出來 我槍還Lag拿不出來 我效能還比你低 我不是輸你了嗎 玩電競人不會在乎價錢 玩電競人會在乎什麼 我的配備我的效能有沒有比你高 好我們來看看 NVIDIA它有什麼新的利多呢 新的GPU要上來了 你看喔 注意喔 是八九十月 連續三個月有 1180 1170 1160 三個系列都要來做公佈 而且1180會在八月的德國電玩展 就率先來做登場 最重要是什麼 它要提高效能百分之五十 我告訴各位 電競的人 玩電競的人 最在乎的是什麼 是效能 所以它拔槍速度會更快 對 不是在那個 他不會說省那個錢 那接下來呢 我要告訴各位 接下來有三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看喔 八月份幾乎一半時間 都籠罩在這個議題 你看我們台灣16到20號 有這個電玩展 然後德國的科隆展 是三大展之一 接下來21到25 然後再下來9月又有東京電玩 光是這個八月份 一半的時間 就繞在這兩大展 那這有什麼重要性呢 重點來了 有一家公司 它的營收在減 可是它的獲利卻是在增 這個東西有一個很微妙的道理 我現在跟大家報告就是 掌握到中國市場 有龍頭加持的2425的乘起 我再跟大家報告乘起呢 乘起去年是虧損的 今年第一季0.74元 為什麼 營收在衰退覺得它0.74元 因為它整個在調整結構 它的母公司是中國的板卡龍頭 叫做七彩虹 那七彩虹它有 比如說賦予這個乘起一個任務 它現在怎麼樣 你知道 乘起的顯示卡跟匯圖卡 佔了80% 它是真正能夠享受到 我剛剛所說的 這個所謂的換基塔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七彩虹它下了一個令 它說什麼 現在呢這個 NVIDIA已經有一種叫做P106跟P104 專門挖礦的 那些給它挖礦 它規定說 成起你這個地方不能夠怎麼樣 就是說 中國的電競市場 你不能夠轉移到挖礦市場 所以說它的營收雖然說是減 但是它的毛利拉高了 它的獲利拉高了 然後它這個九成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客戶 其中40%穩定的幫七彩虹來做代工 低機賺0.74元 全年賺3塊錢以上 而且NVIDIA這個GPU 這地方來講我覺得 加拿會給它一個 你看這個圖形就知道 你看 之前你看不管是焊遜 或是微星 它的波動有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它的上升趨勢還在 也就是說這些籌碼 不會說因為 因為上去就什麼 面臨到什麼很狂大的幾套賣壓 而且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它今年EPS3塊錢以上 你看現在本益比只有在10倍 附近左右 如果說新的一代的這個 所謂的G-Force三個系列 連續三個月出來 它的換機電競 90%就是電競 在90%在中國市場 40%供應給這個所謂的七彩虹 你認為它要網上再做比價空間 所以說中國顯卡龍頭七彩虹 幫它灌頂 然後七彩虹正確的政策就是說 你不要去支援 你專心做電競 你不用去支援這個挖礦 所以說它就能維持這樣 股價的穩定性 而且它的政策 幫它做靠山 讓它能夠維持這樣 破例上漲